我们在8月10号11号的大会 是相当规模的国际大会 我们这个大会的主题叫 世界文明成果国际巡礼 第一站吉隆坡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全球巡礼 把世界文明的精华给人类 这个文明的精华展现出来 那这个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届的主题是什么 中华文明璀璨世界高雅人生 这个主题好 所以在座的都是华人血统 我们就要好好地拥护这个大会 那么会在全世界 有50到100个国家的代表会参加 然后人数是在1000到1500人 当然少不了你们 OK 到时谁我看不见我会生你的气 这么大的会你都不来拥护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在第三天 头两天我给你们请到了中国的国家级的名画艺术家 看看人艺术家到底是什么水平的 大概我们会请那么一些国家高端级的 就是平常他们的这个画是不能出国的 就是已经被定为国宝的 这样的这个世界 这个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名画家会来 同时呢我要请了 这个国籍著名有影响的一些演说家会来 我们会有一个论坛叫 欲文明对话 我们有这个科学家欲文明对话 艺术家欲文明对话 这个包括这个我们的中医 中医名家跟这个文明对话 政治家与文明对话 我们总共有12个主题 12个主题也就是12个演讲人 包括宗教与文明对话 那么都是国际顶端的这个名家 做两天的报告 也就是大概他们一个报告都是一个小时 就是两天12个小时的报告 都是场场精彩的 对你们开启智慧 都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的 到时我们会一票难求 所以到时你们提前找美术报名 晚了没票给你们